大家好,我是桑桑,今天女儿过生日了,我给她准备了一些生日礼物 顺便用院子里普通的花草插一盘花给她 为什么说一盘呢?因为我用的是厨房里普通的盘子 那今天的视频我会跟大家介绍这些花草 同时再介绍一下养护方法 再有就是分享我的插花心得 现在您看到的这些绿叶是女针 女针的英文名字是Legastrum 它是一种长绿灌木,也可以修剪养成小树 它枝繁叶茂,四季婆娑,非常耐修剪 它春季开,百花,秋季结果,果实可以入药,叫做女针子 既可以做树梨,也可以修成小树 今天用它来插花 第二款我用到的植物是绣球 养绣球花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它对光照的需求 它是喜欢早晨的太阳避免下午的太阳直射 树荫下面的散光它也很喜欢 冬天的气温如果低于零下午摄氏度 那么就要给它遮盖,保暖 夏天的话它的水分要求是非常高的 记得要请浇水 我是给它设置了这些滴罐 每天早晚,特别是夏天的时候都要给它浇一次水 施肥,我是喜欢在秋天10月份左右的时候给它施一次肥 促进花芽的分化 然后在早春的时候再开始施肥 施富含零元素的肥料促进它的花芽分化 开花的时候我会给它复合性的水溶肥,大概两三周一次 秀秋旁边我种的是四季海棠 英文名字Begonia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是四季开花 它喜欢有阳光的地方,在半阴的地方也会长得很好 不耐动,在温暖的地区可以把它养成多年生的开花植物 在北方,它只能是一年生的了,扦插也很容易 剪下来一只,就这样直接插到土里,都可以活 如果您想在树荫下也有花看 那么秀秋和四季海棠肯定是首选 我今天插花的第三款植物是鼠微草 英文名字叫Sovia 跟秀秋不同,鼠微草喜欢阳光 它既耐高温,也耐低温,零下20摄氏度,冻不死 因为我今天想弄的色调是蓝紫色 那我们再找一款植物,那就是三色锦 英文名字Pensis 它是一种一年生的草花,喜欢阳光 喜欢温度低一点的地方 非常的耐低温,在零下六七度,六七摄氏度的地方 它依旧可以开花 在冬天,雪都覆盖了,它依旧可以开花 但是它不耐高温,我们这边的夏天它是不开花的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些花归拢到一起吧 就是我们吃饭用的盘子 把这个女真叶这样子平铺下来 绣球花放上去 然后用紫色的这个Pensis 三色锦 上面点缀一下 相互的距离间隔差不多 最后把鼠微草绕着盘子插一圈 然后撒一些鼠微草的花瓣 很浪漫,有没有再把蜡烛点起来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小视频 谢谢收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